对于我国经贸至关重要的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步协定CPTPP 一直是政府积极寻求加入的自由贸易协定 然而在国际舞台上 频频打压我国地位的中国 也有意抢先一步申请入会 中国商务部近期便大肆对外宣扬 中国的加入将为CPTPP成员带来巨大利益 中国加入意味着 CPTPP的现在的成员国的消费者 增加三倍 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市场转入的机会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提到 在亚太经济合作APEC的框架之下 21个成员国也在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协定 主要是由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这两个轮子共同驱动 而中国已经是RCEP的成员之一 如果中国加入CPTPP 那有助于这两个轮子的进一步的向前推动 有支付于亚太自贸协定的推进 两岸增长CPTPP的席位 究竟谁能先持得点 各界都高度关注 虽然CPTPP当中的11个成员国 过半数的立场就要偏向中国 但是台湾也取得了日本加拿大等盟友的公开支持 特别是加拿大联邦众议院 日前派出代表团访问我国 加国重任国防委员会主席马凯就表明 认同台湾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但也强调台湾推动经济繁荣的前提 是要确保两岸局势稳定 中国2021年 强先台湾一步递交CPTPP的申请 有分析认为中国是意气用事多于实质考量 担心自己身为泱泱大国却落后台湾 可能因此颜面尽失 而中国也不忘对CPTPP的成员施压 竭尽所能阻挡台湾加入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湾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随着美国和台湾准备在明年执行大选 专家认为CPTPP不论是让台湾或中国加入 都会影响未来选举动态 因此至少在今年以前 将不会看到有任何一方获准加入 至于我国外交部次长李纯 日前则指出 CPTPP准备在7月举行重要会议 因此今年已经派团前往各个成员国 进行沟通了解 包括这个月底还会有秘鲁团和支离团 陆续出发 希望借此向成员国争取入会的支持 华语新闻黄于君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中文字幕作为华语新闻